各位评判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七号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苹果之的笑容 有一天下午 有一只小刺猬 来到了苹果树下 他看见龙 胖胖熊 坐在苹果树下 看着苹果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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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的甜枝 从胖胖熊的嘴角 流出来 小刺猬吞了口口水 对胖胖熊说 胖胖熊 你个子高 能不能帮我摘一颗苹果呢 可是胖胖熊好像没听见一样 继续啃着他的苹果 小刺猬又失望 又生气 他离开了胖胖熊 嘴里一直嘀咕着 哼 小气鬼 小气鬼 放这颗苹果都不肯 我再也不理你了 小刺猬走过了鳄鱼的身边 鳄鱼问 小刺猬 你自己一个人嘀嘀咕咕的在说什么呢 小刺猬把他遇见胖胖熊的事告诉了鳄鱼 鳄鱼笑着说 不要为这种小事生气 我们再去找胖胖熊 他们来到了胖胖熊的身边 胖胖熊还在啃苹果呢 鳄鱼亲切地对胖胖熊说 胖胖熊 你能不能帮我们的好朋友小刺猬 加一颗甜一点的苹果呢 我想你一定办得到 那当然咯 胖胖熊说完使鸡 就在戴一颗又红又大的苹果 走去小刺猬面前说 给你 小刺猬坐在胖胖响的身边 啃起了苹果 咔嚓咔嚓咔嚓 苹果的甜汁从小刺猬的嘴角流出来 小刺猬满足地笑了起来 那笑容就像苹果汁一样 是甜甜的 小刺猬对胖胖熊说 胖胖熊谢谢你 你真好 胖胖胖熊心里很高兴 比自己吃了一颗大苹果还开心 胖胖熊的脸上也露出像 苹果汁一样甜甜的笑容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